Lancon 大家好,歡迎收看瞬間看毒爺的環節 待會再看賽馬怪淡鬼上身 看這個環節也有同大家重溫一下曾經贏過的冷門 大家不要忘記,3T長刺難中 你想中當然要看冷門在哪裡 贏過的馬容易再折 甚至轉其他路程你不信又可以再贏 這個節目會介紹給大家 記得下載堅仔創賣APP 這樣會容易篩選,臨場會容易找腳拖 還未說之前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右下角會有四星龍珠在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按下訂閱和開啟鈴鐺 一起看看曾經贏過的馬有多少隻 好像昨天只有一隻,很少,很容易爆爛的場合 超威力,贏過就是跑這個路程 一次就贏了,路程專家粗號才出你不信 另外還有無敵勇士,七歲馬 這個路程也算贏過一次給紅心 得心之餘,日鳴驚人 這麼冷碗走進來PACE 但都是處女馬 電信龍區叫這個路程贏過 可以再贏,不要看少它,三歲進步空間潛藏無限 街運法這隻馬,不同街運賽 贏過一次這麼大把,還有其他路程 去到1200又不知可不可以 增強,不同爭友,差很遠 輸給大英才,暫時都是處女馬 至於龍之輝初出,試習很快 看看今次在10棟,一出就放了 跟著旋風轉旗也是初出,也是熱身 至於連接排大外檔 就要看如何克服或跟前跑 至於身力好,跟前面那雙馬都一樣 但質素上應該是低一點 看腳法都不太好 為何潘盾會拿來騎 至於喬風這隻馬,留盤名 考過這個路程上過名,萬步速 暫時未有東西看,未贏過 王者之寶也是,跑兩次輸得比較遠,未有東西看 至於上次入了第三這隻超招繩 可能進步緊 今次再跑會偏熱 不過仍然處女馬,別看他 至於全城大勝都不用比心 因為連名都未上過,上次還輸七個馬位 今次不同於昨天,有三隻贏過同程 有四匹贏過 街運法就專注其他贏過的路程 大家都要留意 節目時間差不多 一會半小時後會有賽馬乖談鬼上身 再和大家見面,多謝收看 我們稍後再見,拜拜 咬人 咬人 負北 負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